十三岁立为太子,与二十五岁女球短暂恋情后登基,意外成为千古一帝,随着古代电视剧的热度持续升温,正统朝代已经无法满足编剧们的创作需求。 于是,魏晋南北朝这个五代十六国的乱华时期成为了他们的新宠《独孤天下》和《独孤皇后》,这两部剧都从这个时期开始,而《独孤家》的故事也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创作素材。 《独孤信》这个史上最牛逼的老丈人,他的三个女儿都是皇后,因此江湖上流传着得独孤者得天下的说法,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玉。 宇文玉是魏晋南北朝中北王朝北周的皇帝,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他的不争气的孙子周勋帝宇文玉,自古以来皇帝作为天子,承担着全国百姓旦夕祸福的重担, 可历史上总有那么几位占着人位,不甘人事的皇帝,其中有不爱江山爱丹青的宋徽宗,有南北时期的主唱皇帝高伟,能把闻完核桃玩出花的明朝天启皇帝,他们都堪称被皇位耽误的人才,每当提到这几位皇帝的艺术造诣,无不让人恨得咬牙切齿,可换个角度来看。 闻事不公的昏君就没有可取之处吗?那我们就再来看看南北朝的北周皇帝宇文雲,他可是为天下百姓做了很大贡献的,而他的贡献就是给好人让地方,宇文雲的太子之路。 宇文雲,公元559年出生,是北周五帝宇文雲和爱妃李俄兹的长子,两岁即被封为鲁国公,由于阿什那皇后五子,他在宇文家族中成为了皇长子,秉承着力敌力长的制度。 宇文雲于公元572年,在太庙接受了宇文雲的加冕礼,成为了东宫皇太子,那时他年仅13岁。 为了锻炼太子的能力,宇文雲在公元573年派他去西部地区视察,同年,他下诏让太子宇文雲娶了隋国公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,然而,皇太后病逝,宇文雲忙于母亲的葬礼,将朝廷大事全部交给了15岁的太子处理。 尽管周五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,他对这个长子也很用心,但他担心他是否能够承受起国家的重任,因此,他对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教育,尽管周五弟对宇文雲的教育十分严厉,但他仍然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让他处理国家大事。 这表明他对他寄予厚望,然而,宇文雲是否能够胜任这个重任,还需要时间来证明,在宫廷中,太子的一言一行都需与大臣保持一致,无论严寒酷暑都不能放松,周五弟坚信,如此严格的教育方式能使太子成为栋梁之才。 然而,太子却好酒,每当在东宫饮酒时,总会发脾气,对此,周五弟下旨,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食物送往东宫,并警告若太子再犯错误,将以棍棒鞭子责罚,宇文雲极为畏惧周五弟每次在父皇面前都表现得乖巧懂事,以免招致责打,甚至因此。 他的恶行并未被充分展现出来,尽管如此,一些大臣仍希望周五弟能够重新立太子,然而,周五弟认为次子宇文赞同样不可嫌,其他皇子又过于年幼,因此并未废除宇文雲的太子地位,在严格的教育之下,本以为宇文雲会改变他的恶行。 然而,一次他被周五弟责骂后,心情沮丧的他竟然偷偷喝酒,并且闯入了牢房,霸占了一个因全家获罪而被关押的女球。 这个女球,就是后来的天元帝后朱满月,朱满月长的美丽动人,甚至被传说为绝色美女,宇文雲早就有耳闻,牢中有一位美女。 于是借着酒精来到了牢里,临姓了朱满月,没过多久,牢中有人报告说朱满月怀孕了,周五弟得知此事后,大为生气,甚至当场吐血。 最终,他只能把朱满月赐给了东宫,并且几个月后,他生下了皇长孙宇文产。 五七八年,周五弟在洛阳都城驾崩,年仅十九岁的宇文云登上了皇位,并且封阳丽华为皇后,一般先皇去世需要守孝一个月,宇文云仅仅为父亲守孝十天,从这个行为也可以看出对于父亲的严格教育,宇文云早就心怀不满,随后宇文云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。 处理国事上宇文云没有什么兴趣,但是他十分喜欢美女,他下了一道命令,规定官员的女儿都不能嫁人,要留着供自己挑选。 当皇帝还没有多久,宇文云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性,当皇帝之后的宇文云越来越荒唐,别的皇帝生怕自己在位时间短,宇文云却做了一个决定,认为当皇帝太麻烦了, 就将皇帝之位让给了自己和朱满月生下的儿子宇文产,自己当了太上皇,这一下连皇帝都没法管他了,不用处理正事,每天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,沉迷于声色全马。 宇文云自然十分享受这样的日子,人就是不能闲下来,皇帝也一样,宇文云在当了太上皇之后,除了四处搜罗美女,坐享欺人之福,就是修宫殿。 上位后的宇文云不断地放飞自我,甚至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,为了享乐,他直接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,而他自己则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享乐。 当时宇文产年纪上小,没有能力处理各种事物,宇文云想了想,觉得自己的岳父杨坚很适合辅佐宇文产,宇文云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杨坚,就这个决定成就了千古一帝。 由于纵欲过度,宇文云当皇帝才两年的时间,身体就吃不消了,觉得自己大献一道,宇文云下了圣旨,让杨坚辅佐朝政,皇帝宇文产年纪上小。 宇文云去世不过几个月的时间,杨坚篡夺地位,没有采用任何武力,杨坚自封为皇帝,将北周改为隋朝,英明的隋文帝就此登上历史舞台。 隋文帝杨坚之所以没动一兵一族的情况下,就可以成为皇帝,除了当时的皇帝宇文产年纪小之外,与当时朝中大臣的支持离不开,宇文云荒淫无度,已经让朝中的大臣不满。 杨坚在辅佐宇文产的时候,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,因此赢得了大臣的支持,虽然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,但是杨坚在成为皇帝之后,历经图治,基本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,也为后面唐朝大一统奠定了基础。 荒唐的皇帝宇文云自己都没有想到意外成就了杨坚的皇帝之位,杨坚建立隋朝以后,恢复了汉式文化,完成了中原的再一次统一,此后他平息战事,历经图治,勤政爱民,与民修养生息,推崇汉文化,让隋朝国力迅速提升,百姓生活安定,隋文帝在位期间。 国库充盈,隋朝呈现一派繁荣景象,后世对隋文帝杨坚也有着极高的评价,杨坚完成了中华大帝的再一次统一,在他的治理下,隋朝经济繁荣,国力强盛,所以杨坚称得上是千古一帝,我们都说不问自取皆为道,隋文帝杨坚谋权篡位,夺了北周的江山,看似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,隋文帝之所以夺取江山,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天下人以及华夏的统一,所以他的动机决定了这一事件的性质是正义的,因为在由着这样腐朽的朝代继续下去。 遭殃的就是天下的百姓,而宇文云在世时的荒淫无道,反而阴差阳错地成全了阳坚这一位天生帝王廖的明君, 与其说是让人哭笑不得,但其实是该让所有人都暗自庆幸的,隋文帝杨坚,是我国历史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, 也是被世界史学家誉为世界上最伟大帝王之一,他以汉人身份, 从鲜卑贵族手中接过中国北方的疆域,以席卷天下之势将南方的陈朝灭亡,统一了中国版图, 使中国继西晋的五湖乱华后,南北分裂的中国版图再一次完整。 阳坚在位期间,开科举先河,使平民百姓终于有机会可以步入朝堂, 他广开沿路,亲于纳监,任人为贤,梁臣将相在隋朝汇聚一时,制定三省六部制, 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太子杨勇辈废,取而代之的杨广继承皇位, 杨广首先推广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,隋文帝期间,每周遂共三人, 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,实称共举,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。 大业初年,杨广创立了进士科,形成了秀才,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长共, 同期的西方文明,罗马帝国崩溃后,欧洲随即陷入了分裂的黑暗深渊, 古代罗马文明也随之消失,此后欧洲从未再次统一, 而对比当时的东方文明,汉帝国崩溃后,正是有了隋文帝,中国重新走向了统一的道路, 华夏文明从此远离了被摧毁的威胁, 隋文帝由于对中国的统一和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的卓越贡献, 被历代西方史学家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。 和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的卓越贡献。 弃速贡献,食链骂所最伟的卓越贡献,